哈囉 大家好 我是晨晨 然後我現在就是在美國的加州 一個私立的大學交換 對 然後我已經在這邊大概讀了一個月 今天就想要分享一些關於美國大學生 然後12個可能你不知道的事情 好 第一個就是他們參加社團不用繳社費 可是我昨天就是去參加那個 一個韓國美國人的學生會 然後就發現他們就是有那種會員制 就是如果你有繳社費的話 就是會就是可以先預約 就是先搶到參加活動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應該是大部分都不用錢啦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這邊就是有100個社團 100多個社團 所以我也不知道全部社團是怎樣 還是基本上就是都不用繳社費 然後我之前在東武是幾乎每個社團都要繳社費的 而且是一定要繳 然後昨天那個韓國美國人的那個學生會是也不一定要繳的 第二個就是社團活動會辦在晚上10點 而且是在教室 學校的教室裡面 就是我昨天去的那個韓國美國學生會 他們就是每次的那個社團的活動時間 都是辦在晚上10點到11點 而且是在學校教室裡面 就是我們在東武就是在台灣不可能 學校不可能建教室 從10點開始 晚上10點開始建 就感覺就是10點以前就會把大家全部都趕出去那種 怎麼可能 這台灣怎麼可能發生 他們真的太酷了 好 第三個就是美國大學生都會拿同一個水壺欸 那個牌子叫什麼 Hydro Flask 把它放在這邊 哇 他們都拿這個水壺 而且他們都喜歡拿那種超大的水壺 而且他們就是書包會裝 就是因為超大所以書包沒辦法裝 然後他們就會用拿的 用手拿 拎著一個超大的水壺這樣 然後大家都用同一個牌子 真的是大家都用朋友牌子喔 就既然他們是很流行那個 太和工坊 然後他們的那個密集度就是比太和工坊還高 就是 啊 可能就是 因為我有一堂課就是 大概二分之一的人都用那一排的水壺 我就整個嚇到 超多的 然後它就是有各種不同顏色這樣 好 感覺就很好用 看起來很好用 就是保溫瓶這樣 好 第四個就是他們呢 嗯 一學期都大概平均修五六堂課而已 就聽起來超少 因為我在台灣就是大概修個 八九堂 然後就大概是二十學分之類的 然後他們這邊就是 五六堂的話就大概是十八 十八或十六學分 因為他們這邊的課就是課業比較重 但是他們的課通常都會翻成 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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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兩次 就是我覺得台灣比較長 就是一次就兩個小時 或是一次三個小時 就東五啦 然後 這邊的話 三學分的課它就會分成 一次七十五分鐘 然後另外一次也七十五分鐘 然後就變成一三是一樣的課 然後二四要上一樣的課這樣 但我也有一個三小時的課 就是有些課也還是一樣三小時 然後就是 還真的滿久的 我比較喜歡就是分 分成兩次那種 就是一三上一樣的 嗯 喜歡 然後他們就是作業小考很多 他們就是課比較重 像我有一堂 兩堂課 就是每個禮拜都有小考 或是考試這樣 我簡直要累死 好 就是有點廢話 就是他們幾乎都有車 而且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私立學校 反正就是幾乎大家都有車 可能大一比較沒有 因為大一有規定一定要住在學校 的樣子 對 所以就是大一比較少有 然後 基本上大家都有 大家都開車來上學 我覺得超酷的 第六個就是他們沒有體育的必修 就是他們大部分人 上大學都不會修體育 就是 喔 全部都是以我們這個學校為主喔 各位 對 然後他們就沒上體育課 我覺得超好 有夠羨慕 而且他們就是也有游泳池那種 然後也不用上游泳課 然後 超讚的 但是也可以選啦 還是有體育課可以選 然後呢 第七個就是 他們畢業學分是120 就是我學辦他們的系 就是 應該是跟我同一個系 就是商學院的 然後它是120 然後我在台灣是128 所以其實差不多 因為我以為 他們是比較少學分就可以畢業 因為他們一學期修那麼少 對啊 喔 但他們可能就是比較平均 因為我們可能就是 大三大四 就可以修比較少課之類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 感覺比較平均 而且他們就是有那個 就是那種 暑假會有 summer term 然後寒假會有 intern term 就是 就是 怎麼講 就是寒假 暑假也可以變成一個小學期 然後他們就可以先修課 然後就可以提早畢業 第八個就是他們這邊想要 轉系就是比我們容易很多 他們這邊就是 叫做換主修 就換一個主修 然後他們就是 大部分人都有 復修 就是 俯系的概念 然後 就是比他容易很多 但是 也是需要申請這樣 第九個就是 好像有些台灣學校也是這樣 就是 他們期末考的時間 就是跟平常上課不太一樣 就是他會有一個時間表 然後就說 欸禮拜一的第一堂 這一堂課的話 是在什麼時候考試 然後就可能是不同天 然後時間 就會比較長 對 就是時間也不一樣這樣 然後地點 應該通常都是同一間教室 第十個就是 他們這邊那種 就業輔導都超好 就是 主打說 可以幫你們看履歷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幫忙你 什麼什麼面試啊 什麼的 然後我們學校東母的話 就是比較偏向 就是那種 心理輔導那種 就是幫你 檢視一下你的生涯啊 什麼的話 就是給你生涯的建議之類的 還有你的興趣的探索那方面 然後這邊就是 就是整個就是 可以幫你看履歷啊 什麼的 然後 他們就是也很常辦 那種 什麼 那叫什麼 就業的博覽會 像今天就有 對 而且他們就是商學院 還有自己獨立出來的那個 就業的福道 就是感覺會比較專業 然後他們就是還有一個網站 就是 有點像 linkin 就有點像104 但是 就是 自己學校 就是有跟學校合作的 然後就是在上面就可以 找工作啊 然後還有認識那個 學長姐 然後就是 多認識建立人脈這樣 然後還可以預約 就是在那邊預約 那個線上的 或者是實體的那個 就業福道 而且他們這邊的那個 校友 就是可以終身免費 就是使用那個網站 對 然後明天也可以用那個網站 然後就是有其他交換選項都可以用 然後 然後 因為我 自己在 來這邊之前 我就有上網查一下 然後 那些東西 所以我就有強勢登入過那個網站 然後結果我就直接被拒絕 因為那時候可能 學校還沒有我的資料 還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直接被拒絕 然後 現在還是不能用 然後我還寫信給他們 然後他們就是 還在逃避中 因為他們就是沒有回應這樣 然後第十一個就是 他們 每個人都Mac 就是他們電腦都Mac 而且他們就是 上課都會帶電腦去做筆記 然後可能是因為我們私立學校嗎 就是大家真的幾乎都是Mac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喔對 然後他們就是都用電腦做筆記 然後我以為 就是會有一些平板之類的 可是超少的耶 還是有 整個超少 最後一個 就是他們傳信 最後一個就是他們傳訊息 都用那個 Message 就是用簡訊 用手機的簡訊 直接傳訊息 因為Apple的是免費的 如果就是兩個人都是Apple的話就免費 然後我在猜他們應該是 如果其... 別人是用其他牌的手機的話 應該是那種電信方案 就是那種 就是 簡訊互相都免費這樣 什麼之類的 反正他們應該是簡訊都不用錢 所以他們就是訊息都用簡訊 然後他們就是上課的時候 就是用電腦然後好像很認真在做筆記 但其實很常都看到他們拿那個Message出來那邊傳簡訊 因為他們都用Mac 所以Mac上面就會有他們那個簡訊 我覺得超方便的耶 真的是 如果真的很常用那個聊天 真的需要用Mac 會不會他們今天這個才用 好 隨便 好 Bye 各位今天分享到這邊 之後 如果有發現什麼奇怪的事情 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